由淡水古迹博物馆所举办的古迹夜未眠夏令营活动 是每年夏天新北市最热门也最难报名的夏令营 而今天最后一替登场 欲教于乐的课程让小朋友更加深入认识古迹 不过因为台风来袭 也让原本预定要入住小白宫的行程被迫取消 让小朋友感到相当可惜 仔细听着专业导览讲解 乌尾炮台一专一瓦的历史一致说分明 故事说得精彩小朋友听得专心 这就是由淡水古迹博物馆所推出的古迹夜未眠夏令营活动 今天是第五梯次的营队 一整天的时间小朋友悠悠在淡水的古迹群里 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很好玩啊 介绍红毛城的时候 因为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一次的红毛城比较好玩 我觉得应该是小白宫 因为小白宫就是外国人住 然后它特色就是外国的感觉 然后特别 所以我喜欢小白宫 透过古迹跟生态的一些旅游的一些结合的话 让小朋友的话可以体验更多的 就是古迹淡水古迹的一些文化 然后也能够喜欢古迹然后爱护古迹 然后希望说未来的明年的话呢 可以有更多小朋友来参与我们的古迹夜未眠的活动 而淡水古迹夜未眠的营队活动 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小白宫里住一晚 草坪上搭起帐篷也让小朋友相当期待 但今天受到台风的影响 第五梯次的学员恐怕期待要落空了 因为安全的考量 这一梯次将取消夜数小白宫的行程 我们今天原本最后一梯的话 有两天的营队活动 我们把它浓缩为一天 那可以让 还是让小朋友的话 在这一天里头的话 可以参访淡水的一些重要的 一些国定古迹跟市定古迹 然后也透过一些营队 跟团康的一些活动的话 让小朋友的话 可以学习怎么去做 团体的一些合作 然后让他们可以过一个难忘的一个暑假 淡水古迹博物馆表示 这个活动举办了九年广受好评 明年将会持续举办 而目前馆方也在思考 是否要增加其他古迹景点的夜处体验 并且希望借由活动 可以让小朋友亲近 并认识古迹 以及台湾的历史文化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